hello 观众 大家好 我是欧欧东东的嗨 上次给大家讲的这个万用表的使用方法里面的电压挡电阻挡的测量方法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2G管挡和这个电容挡的测量方法 因为电容的这个挡位使用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2G管挡位里面 一起来讲一下这个 上次有个朋友看了我那个 说你怎么不愿这个弗陆克的讲呀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别人送给我的这个弗陆克拿出来 那弗陆克这个是个半自动挡 那这一个呢是一个手动挡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容挡啊 电容挡这个在这里 然后这上面的电容挡有一个小的两微幅的啊 看这个表上面的显示啊 这个两只能测两微幅啊 这个表的量产比较小啊 就是说对于这个测电容的支持能力不是太强 所以说这个只能测两微幅也相当着这个小电容 两个引脚插引脚的小孔 就是把电容的两只引脚插在这里 然后可以测出电容的数值 这个表呢只支持这个小电容 我们现在找了一个小的电容啊 下面看一下 看到没有这个档位 对于这个小电容的测量 只能显示到这里 小时点后面第三位 所以这边测不出比较精确的数值啊 这个是223 就是22纳法的一个电容 看到没有 22纳法看到没有 现在这个小电容呢 它读数字比较简单 前面两个数字表示这个电容的数字 后面一个数字是乘以10的多少次方 比如说这个223 就乘以10的三次方 我现在拿的这一个电容 上面写的是630V 225J 我们把这个塞进去啊 这个你看超亮成了 因为这个上面最多只能测2微法 这个超过0.2它就测不出来 我们用这个弗洛克的这个测一下啊 看到没有 2.2微法刚好 我们测一下这个大的电底电容啊 电底电容它一般有一个白条子 这个白条子这边就是负极 但我们测量的时候 应该可以不分正负极啊 我试一下啊 我不分正负极 看一看测的对不对 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啊 看来这个表可以不分正负极随便解 你这个上面就洗了68微法400V 是吧 一般电底电容很好理解 另外还有一个 一般它有个温度系数 上面有个105 就是代表最高使用温度105度 一般就这个意思 这个根据每一种表 它的反应时间不一样啊 这个表我感觉反应时间还算比较快的 大概要一两秒钟就能测出来 有些万用表的话 可能你要接上去 要等个好几秒钟才能测得出来 我们再用这个表测一下 看它反应时间多少 正常显示了啊 69微法 跟这个车的也基本上是差不多啊 这个比表要贵好几倍 所以它的反应速度也要快好多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二级管档 二级管档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档 但在这个表上面啊 这个电阻档跟这个二级管档 还有通断档都是一个 看到没有 这也有一个循环的标志 你就按这一个它就是三位三个档位之间循环 看到没有切换 然后这个表上面呢 在二级管档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档位上我看一下二级管档在哪个位置啊 你看在这里 通断档它就是有一个声波的这个标志啊 通断档之后我把表笔两个接在一起 看到没有它就滴滴滴的小 通断档其实它里面会有设定一个法值 就是当这个表笔之间的电阻小于多少欧姆 它两个表笔 就说有风鸣叫声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用这个来演示啊 普通的一般的二级管都是这个样子 测二级管的时候要分正负极 这个圈呢是一个 二级管的负极 看到没有 它显示有数字0.4563 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二级管它压降啊 正向的压降 0.452伏 我们把它反过来接一下看秒 它就不通了啊 如果反过来接了还有这个数字的话 说明这个二级管可能击穿了 有软击穿或者击穿的现象 当然还有一种二级管是吻压的 吻压二级管的话 如果它数值小于这个两笔 两个表笔之间的测试量 它可能也会显示出 这个有这个正反向可能都有数字啊 这个要看二级管设置的吻压值了 但是大多数二级管 应该是高于这两个表笔的 这个电压的 还有这个小型一点的啊 大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这个一个意思 0.53 0.52 这个三种的基本上都是一个类型的 应该都是硅基的 硅基二级管啊 大概一般的压降在0.5到0.7之间 测的表笔是0000 这就完全击穿了 没有压降 看看这边 正反向都是0000 看到没有 这个就二级管击穿了 就这样 这个IN5822 这是消特级二级管 这是一种复合材料制成的二级管 它的正向压降 你看只有0.155 正向压降特别小的 有点就是说 它可以通过更大的电压 而且也不容易发热 现在一些 这种充电器啊 还有这些里面 基本上都是用的这种 消特级二级管 它压降非常非常小 还有这一种啊 这种是为了散热的 这种是 TO220封装的 0.4V压降 这种二级管呢 它的一般的话 电流就比较大了 方便于散热啊 这上面有个固定螺丝孔 固定在这个散热片上面 关于二级管的种类 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今天就不仔细的讲 以后的话 有时间的话 专门讲一下 这些原器件 其实二级管档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测三级管 二级管档 和电容的测击方法 我们今天 只是大概的讲了一下 这期间 关于这个三级管的测量 其实因为三级管 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要讲的话 我估计一时半会儿 根本说不完 还有这个电容也是啊 电容的识别啊 这些 上面的这些标识啊 这个东西要说的话 可能一时半会儿 也讲不清 今天只是大概讲一下 这个电容档 和那个二级管档的用法 以后有时间 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补充其他的 那些详细的 那么如果有 讲得不对的地方呢 请朋友们帮忙指证一下 毕竟大家都知道 我也是自己学的啊 在书上 还网上 基本上是自己学 学的 所以说肯定不是那种 讲得很透彻啊 或者说讲得 很正规的那种啊 就是仅供大家参考一下 那本期视频到这儿结束了 觉得有用的话呢 朋友们可以收藏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 拜拜